车车缓缓向前行驶 下一秒对象的黑色轿车 突然高速冲向分隔岛 这台车当场起飞 在空中转了两圈 波及到两台轿车之后 大量零件喷飞 现场瞬间尘土飞扬 释放局货报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事发在14号上午11点多 桃源归山终一路上 当时27岁的软性男子 从慢车道切入快车道准备回转 没想到开在同向快车道的 37岁王姓男子 为了闪他当场冲向分隔岛 飞到对象车道先是压过62岁 父亲男子轿车车顶 空中翻转之后 砸中另外两台轿车 最后重重落地倾倒路旁 第一台遭到重压的黑色轿车 车顶严重凹陷变形 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另外两台轿车车头也严重毁损 其中一台引擎盖还被撞成V字形 只是首当其冲被撞的父亲男子 在送一抢救之后 伤势过重宣告不治 为了闪车夺命 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在调查 目前全案依照故事自死罪嫌 将两名肇事驾驶 移送正办 参事问神秘奇黄诗涵 桃园从报道